冬天奥运柔道银牌杨勇伟今天跟教练一起回到了母校国立台湾体育大学 校方特别颁发了奖励金还有奖牌 杨勇伟也跟学弟妹们来分享这一路走来的甘苦谈 他说在日本训练期间虽然很辛苦 不过也让他更坚定自己的目标 也其免学弟妹们能够朝自己的理想迈进 其实我是第一次看到那个英雄大盗 然后也很荣幸自己的名字可以在凯旋大道上面 然后就非常的光荣 为国为校争光凯旋大道上镶嵌荣耀直排 校方还特别颁发荣誉奖励金给教练和杨勇伟 期免2024年巴黎奥运能顺利夺金 为我国再次取得荣耀 那一路走来真的非常不容易 而且我觉得 觉得这一切就一直觉得很不真实 因为我自己觉得来得太快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孩子 而学弟妹们分享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杨勇伟感谢台湾体育大学 让他有机会到国外和其他选手交流 让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和目标 也鼓励学弟妹们勇敢朝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迈进 接下来视频的杨志祥台中报道